乐乐 乐乐 我最近看你 这是越看越讨厌了 啊 为什么呀 万一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我越看你 你越讨人喜欢 百看不厌 哎呀 你吓我一跳 其实你在哪里学的呀 哈哈 乐乐 你这是在干嘛 我在拔小竹笋啊 这些都是甜笋 非常嫩的 嗯 待会儿也给你带一点回去 哎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呀 我是一路找 一路问过来的呀 是有很重要的事 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情啊 你越不愿意跟我走 啊 走 哦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越不愿意跟我离开这里 去城里工作 怎么那么快啊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要带奶奶去城里的话 首先我得 在城里找好工作 安顿下来 再接她过去 而且 我出去找工作的这段时间 也得找人 帮忙照顾照顾奶奶 毕竟她的腿动不了 嗯 这样 这里不是商量的地方 我们回去说 我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 嗯 嗯 那这里文虫多 你先下去吧 我想再摘一些 我想多摘一点 送给支持我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到时候你帮我寄给他们 好 那我帮你一起摘吧 看着你 我计划 对 看着你 好 你 对 就是 我 你 什么 走吧 你走 来 我来吧 不 不中的 来 小心 来 等一下 好了 乐乐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吴阿姨 吴阿姨好 你好 这位吴阿姨呢 是我们家前的阿姨 做事很有用心 做饭也好吃 我请她过来照顾奶奶几天 这样你也能放心跟我去城里了 可是这样我欠你的真的越来越多了 哎呀 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欠不欠的 如果你非要还我的话 那你就好好地跟我去城里找份工作 好好生活 奶奶这边呢 你不用担心 就先交给吴阿姨照顾吧 好的 老板交代的事前我肯定做好 那我跟奶奶说一下 吴阿姨 这里是两千块钱 这几天呢 活食上面 就不要省 如果乐乐奶奶里有任何情况 立马联系我 不能出任何差错 乐乐她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辛苦你了 好的 应该的 应该的 老文医 我在时还是不能跟你走 啊 奶奶 没同意吗 不是的不是的 奶奶是同意了 但我弟弟他刚考上高中 现在在学校寄宿 学校太远了 他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我跟他打个招呼就要走 我放心不下他 哦 你弟弟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 他现在什么情况 他现在跟以前的变化可大了 以前 阿姨没离婚的时候 他非常调皮 也不爱学习 但是后来 爸妈离婚之后 他懂事了很多 也更不说话了 特别是小学的时候 爸妈那时候 刚刚分开 所以 他经常被人叫做 野 野孩子 他总是问我 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我只能骗他说 爸妈妈只是去很远的地方上班了 但是慢慢的 他就再也不问了 只努力的学习 我想 他应该是想通过知识 来改变命运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我恨我自己 当年没有能力来找你 替你放上这些生活的压力 你和弟弟 真的很坚强 你也很优秀 每天除了照顾奶奶 还要忙弟弟的农活 为弟弟的事操心 你是一个好孙女 也是一个好姐姐 弟弟这边 你放心 你可以先打电话 给他老师转告一下 你去成立的事 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 我去跟弟弟通过电话 好 吴阿姨 来 这里一千块钱 如果乐乐弟弟回来了 你就把这个钱给他 再做生活费 就说 这个是他姐姐给他的 好 乐乐 吴阿姨 我刚跟弟弟打完电话了 家里的事情呢 也都安排好了 好 那乐乐 你做完心理准备了吗 嗯 我准备好了 那我们去哪里呀 去一个 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里 你一定猜不到